物质的本质是什么 他说是意念 累积 连续发生的幻想 他也是 坚定的告诉我们 宇宙之间 根本没有物质 这样的东西 我们今天是过分 迷在物质里头 这一种事情 佛讲的很多 讲的也很清楚 但是我们似懂非懂 佛怎么说的呢 一切发从心 响生 这不就是他讲的 意念的累积跟连续产生 不是一个意思吗 一切发从心响生 你看三千年前 佛就这样说了 所以 你看为实修家 他只承认为实 宇宙之间只有为实 没有物质 你看跟现在的科学家 讲的一样 这些人没说过佛 没看过佛经 居然跟三千年前佛讲的是 一桩四季 用科学来证实佛法 既然想的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 身体放下了 不再执着了 你身体里面所有什么毛病 都没有了 为什么 毛病从哪来的 叹嗔痴慢疑 你这全放下了 在佛法讲呢 你的病根断掉了 在情绪上 怨恨恼怒烦也放下了 人家怎么欺负你 怎么侮辱你 陷害你 你若无其事 没有怨恨 更没有报复 心平气活 你怎么会生病吗 外面的诱惑 财存名失税 根本就不动心 知道什么 假的 不是真的 这个东西带不走的 边缘都不占了 叫佛法 所以佛法 真正你要是一教风行 对故人来讲 你得大自在 这就是方老师 当年把佛法 介绍我的时候所说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最高的享受 就是一切方向 得大自在啊 宇宙之间 万事万无 性向离世英国 通达明了 这个路 世间人无法想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人生最高的 不吝点赞 尽团 不吝点赞